And I'll go, but it's time, and I'll go What's up everybody,我是你們的Kevin Giant 歡迎收看今天的節目 今天我們來講高爾夫的基本觀念 什麼基本觀念呢? 今天不教動作 來教你怎麼當一個好的隊友 或是球友 讓大家在同組打球 打完18洞是開開心心的 而不會因為打完球之後 可能心裡覺得對方做得不好怎麼樣 而討厭到對方 這就影響了我們一開始會去一起打球的這個初衷 那我們首先要談到的是球場的禮儀 肯定很多人都已經很會打 下場80幾桿90基 或是你是初階的球友還在100多桿 那都沒關係 因為有些到80幾桿70幾桿的人 他反而做得比你還糟糕 因為他覺得他已經打得很厲害了 他可能比較愛炫耀 或是覺得自己比較厲害的 他就會比較臭屁一些 當然你打得好臭屁是沒問題的 我們還是要注重一些基本的禮貌 這樣子大家才會打得開心 就像你今天去打籃球 如果人家一直架你拐子 雖然他很會打 但是很多小動作很髒 那你們是不是就打得不開心了 這是一樣的道理 在高爾夫方面的話呢 我們得注重哪一些 我們先從球場開始講起 比較常會遇到的問題 就是擊球速度 這個我自己也很常會遇到這種事發生 因為這不是你一個人可以控制的 像每次在比賽的時候 因為每個人的節奏不一樣 他習慣很規律的按照他的順序走 看馬數 然後還要用腳去踩 可能算完 好150 又沒先拿球桿 阿一九號鐵 結果打的又沒用 等一下又要換切桿 時常會有這種問題發生 這樣子連路打下來 可能後面組的選手 速度比較快 很容易就會追趕上你這一組 那這種時候 裁判一定都會跑過來 催你 這反而讓你的節奏變得更混亂了 而節奏混亂 可能就會導致你接下來 發生一些不應該的失誤 相信大家都一定會有這方面的經驗 那如果一般在球場上的時候 會更常出現擊球的這個問題 因為有些人一定打得很快 他是真的打得很快那種 去就打 去就打 保安 可以讓人打了又打 打了又打 有些人可能 他們是 來球續 聊天 他們會 談公事什麼的 或是 他只是個初學者 打得比較慢 如果你遇到好一點的人 他就會 自己跳動 然後就走掉了 要不然就是 沒關係在後面慢慢的等你們打 你可能遇到今天 脾氣比較兇的人 他就會一直 一直 吹 阿 他就一直叫阿姨用無限電說 哎呀那個 三六你們要快一點喔 你們這太慢了喔 常常會有這種問題發生 那這就是兩邊的人都需要去檢討一下 可能是你打球的速度真的比較偏慢了 那你就要真的要盡量加快腳步一點 那些打比較快的人 也不要一直去催著前面住的人 說不定他只是個出街球友 還在剛學習的階段 那大家都是過來的人 音都是從一百多桿慢慢的往下進步 你也不是第一次下場 就打七十幾八十幾 有時候要稍微 體諒一下別人 雙方各推一步 不要因為這種事去發生爭執 而影響大家打球的樂趣 下一個 講話的音量 常常有些人他們真的講話很大聲 你在第三動 他可能在第一動 你都聽得到 真的很誇張 如果是持續有聲音 當然還好 如果是在你揮桿下桿的瞬間的時候 快擊中球 他突然 哎呀 就過冒狂了耶 你在那邊聊天的時候 那一下 真的多少都會被嚇到 你看一些PGA的選手 他們有時候在下桿 光是有人拍照的聲音 都影響到他 就會有一些人說 拜託耶 你PRO 那我需要那些GAT 但這是人家的權益 大家都是來打球的 就要盡量把自己的禮貌表現出來 如果你們是在同一組 四個人 好朋友 那聊天 互相影響 那可能沒關係 但是 不要去打到其他組不認識的人 當然也不是大家都對講話音量這個 很窄意 尤其比較討厭的是 可能塞車 你在那一棟要開球 後面組就跑到開球台上 看你打球還沒關係 但是他們就會硬要在那邊聊天 車上可以坐面 就很舒服 然後他就真的硬要在 站在那邊 然後聊天 還聊得很大聲 假如這時候 你可能給他一個眼神暗示 或是退下來沒有繼續要做擊球的動作 他們會發現 然後就會覺得自己很小聲的在說 那這個人心大到爬 怎麼會這樣 動作自己大到爬 不能說話 有些人就會喜歡去酸言酸語 爬沙坑 這是相當重要的 假如在你前面打到那個位置的人 他沒有爬沙 你打進去的時候 是不是就會在一個很凹的洞裡面 就會很難打 所以 要有著慈悲的心 想著因果循環 假如你今天不爬 不知道哪時候 你就會打進去人家 沒有爬的那個沙裡面 不要只想著麻煩 趕蒂去幫你做這件事情 趕蒂他們拿著球竿跑來跑去 其實也真的是蠻累的 你就只需要在打那一竿之前 先把沙爬拿到你的周遭 放在外面 等打完的時候 順手爬一下 阿姨又會輕鬆許多 然後也是一個很有禮貌的動作 很愛護球場 這樣子 我們才會有更好的打球環境 接著 修補球痕 很多人 就跟剛剛爬沙的問題一樣 就是要等趕蒂一桌 你就只負責打 OK沒錯 你今天來打球 你是老闆 他們是你請的人 但是 他不見得每一次都可以顧到每一個人的求痕 你或許會說他們下班之後也會去修補國� 可是有時候只是一個舉手之勞 因為你畢竟也會走到你球的位置 你會走到你球的位置 你會走到你球的位置 多多少少都會經過你球落點的地方 那這時候你就順勢的幫忙挖一下 也不需要花到你幾秒鐘的時間 這樣國嶺也才可以維持在比較好的狀況 才不會坑坑巴巴的 這就是有打球 從一開始學球以來 就必須要養成的習慣 那畢竟你幫忙修補一下 對你也不會少一塊肉吧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分享按讚 在下方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開小鈴鐺 去我的Facebook和Instagram按追蹤 我是你們的Kevin Jay 下集見